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其实我们在设计所谓的机能这件事情 其实对于我们什么是什么是不太存在的 我们都还是会去考量说 这个业主他的生活是什么样子 有些是已知的 那有些是未知的 是不是要试着过过看 我们都会想要做这些尝试 所以在这一些已知跟未知的一些生活 其实就开始会去构成这些空间的一些属性 现在都市的生活 其实那个电视其实就像一个磁铁一样 所以我们在设计一个客厅 很多人的观念就是说 要把一个电视一个沙发 它就完成一个客厅的设计 或者是客厅的定义 其实这样子是更局限空间的使用 其实客厅它是可以阅读的 可以喝咖啡的 是可以彼此聊天的 它的用途不是来看电视 很多客厅其实我们是比较长把电视藏起来的 也就是说它就不会变成客厅很主要的一个磁铁 大家坐在沙发上 然后就面对了电视 就同一个方向 所以当电视消失之后 沙发摆的位置其实就可以开始是对坐的 是可以坐在旁边聊天的 而不是三二一排成一列 全部朝在同一个方向 就是看看电视 所以其实在我们的一些案子的操作 对于各个空间 其实都不会定义的那么明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